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香港連線網上電台 詹姆斯與理論盡天下的事 2018年我是主持人 詹姆斯 龍偉文 坐在我旁邊的是大教授 令我有點緊張 大神 2019年區議會選舉就來了 很明顯 中共也好 政府也好 那條線就是可以隨時DQ參選人 在我們的平民百姓 除了登記選民之外 你有什麼意見 可以支持你的計劃呢 普通的市民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你就是投票就可以了 你一定要出來投票 我就用一些數字去分析 立法會的選舉 民主派的支持者 大概是有 百分之五十 首先說投票率 立法會的投票率有百分之七八 區議會呢 就達過只有四十五六左右 其實中間少了十幾個百分之的人 那少了十幾個百分之的人 就令到我們在很多的區議會選舉裡面 因為區議會是一個單對單的對決 是 如果 如果用立法會的票的對比 其實民主派是贏到區議會議席的數目 是遠遠超過現在的數目 但是為什麼一直都輸呢 就是因為其實投票率不夠高 所以我們很簡單 就是出來投票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出來投票呢 你的選區 因為區議會的選區 跟立法會的選區不同 立法會呢 因為選區大 候選人又多 那個光譜就比較闊的 比如我喜歡民主黨 或者我最討厭的民主黨 那你都可以投票 是 你都會有人去投票 但是呢 區議會選區就很小 因為 而且都是單對單 十幾個街道就是一個選票 比如你是很討厭民主黨的 但是你選民主黨 那你就不投票了 但是大家要明白 其實現在我們在一個威權社會裡面 不投票的結果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你將票就投給對方了 其實你不投票 其實已經有一種投票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出來投票 還有就真的要有些策略性的思維 就是 喂 你寧願是透過不投票 投給民建聯好 因為實際上就是民建聯贏了 因為你不出來投票 還是我寧願 我很討厭民主黨 但是起碼他還是在爭取民主的 我寧願投票給他呢 這樣 那這個就是選民要考慮了 還有我們現在就希望做一件事 就是 區議會有十八個選區 那我們希望呢 每個選區 就是 裡面有很多個小的選區 所有那些反對專制的 無論你叫自己做民主派 或者什麼派都好 總之我們反對這個共產黨專制政權 大家就組成一個聯盟 譬如說 你這個小選區 那個是民主黨而已 但是這個民主黨的人呢 又跟一個你接受得 你支持的人呢 在這個大選區組成了聯盟 那如果他們最後這個聯盟呢 是能夠拿到區議會的控制權的話 其實你所支持的人呢 都得益的 因為他組成了一個聯盟 所以你投給民主黨這個 就不用陷害了 因為其實呢 你都是策略地去幫助 另一個選區 你支持的人 不過他只是剛剛 他不在你的選區出選而已 然後呢 你的選票仍然都是 有一個作用就是 令到這些反對專制的人士 可以有更大機會 你會拿到那個區議會 那個區議會的控制權 從而呢 就不用聽區議會 就變成了 就被建制派做利益輸送啊 或者呢 就用來過一些議案 支持政府那些 亂來的那些事情 明明是大餘 但是區議會一定支持的 是不是 你現在民主派 拿到控制權 或者反對專制的朋友 大家的聯盟 可以拿到控制權 起碼就不會過這些決議 這個就是市民 其實就不用複雜 很簡單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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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就是 你投票 你沒什麼選擇 投票給那個 一定是反對專制那個 無論那個是民主黨 什麼黨 總之他反對專制 你就投給他 就可以了 那麼 集中一點 對啦 因為仍然都有可能 在你那個小選區 會有人出來借票 那你就要 懂得投了 投給哪一個 就是 整體聯盟裡面那個 就是 所有反專制聯盟一起 如果是那個聯盟那個 你就投給那個 那些票就可以集中一些 那我們就有機會 可以區議會 就 取得一些突破 記住 投票 投票 初一投票